嗨,大家好,我是Victor 今天公司到底要不要从Enterprise 转去Senderman Heart呢? 那么Enterprise和Senderman Heart又有什么分别呢? 其实Enterprise和Senderman Heart 在银行计算方式分别在于 如果今天你是持有Enterprise的话呢 当你向银行进行贷款的时候 银行就会根据你本身的committment 来计算你可不可以向银行得到这笔贷款了哦 那么如果持有Senderman Heart的话 这时你向银行进行贷款 银行就会把你公司和个人的DSR分开来计算 也就是说把你本身的committment和公司分开了 那么成功申请贷款的几率和贷款的数额也会比较高 最后如果是在2021年12月31号之前成立Senderman Heart的话呢 可以享有高达2万令吉的税务回扣高达3年哦 所以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Enterprise和Senderman Heart的一个分别 建议大家不管是Enterprise还是Senderman Heart 咨询正规的财务顾问或者指定的机构 来帮助你布局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 现在就赶紧联系我们SBH或者是到我们的Facebook PM我们来索取更多的咨询